发现他们取得这些资讯非常容易 当他们的脸书一打开 可能就会有很多人问说 缺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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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一直去强调 我们是在保护孩子 但是对孩子本身 他就会认为是一种处罚 根据微福部统计 台湾每年涉及儿少性剥削的未成年 平均有300至500个人 每个高中就有一位学生 陷于非法的处境 最主要是他如果他的身上有 就是经常有不明的大量的金钱 或者是他有贵重的物品 那再也就是他回家的时候 常常有不同的人 或不同的车辆去做一个接送 那以及就是他有 开始有晚回家的状况 而且是越来越晚 甚至不回家的情况 这么晚了还在KTV 我跟你说他还是学生 他工业也很好 可能只是一直贪玩 所以去唱歌 这应该没有很严重嘛 他唱歌不要 我不是去唱歌的 一般的社会大众 甚至我们所谓的大人 他们在谈论儿少性剥削这个议题的时候 通常就会带着一个标签 认为孩子他可能就是物欲 他想要贡买名牌 那他想要吃好的 他想要玩乐 那大部分的民众 甚至有一些的老师给我们的反应就是 不可能我们的孩子很乖 不可能发生这些事 这个离我们的生活很远 但是其实在我们在跟孩子的互动过程当中 发现他们取得这些的资讯非常容易 当他们脸书一打开 可能就会很多人问说 缺钱吗 缺钱吗 所以对孩子而言 他其实去得知这个资讯是非常容易的 因为我们现行的法令 虽然大家我们都是一直去强调 我们是在保护孩子 但是对孩子本身 他就会认为是一种处罚 那所以对于别人的一些写助 他们也会很直接的可能就会 刻意的去闪躲他 一般的社会大众如果说 遇到这样的一类型的孩子的时候 那我想第一个时间点 我想最好的一个方式 还是跟我们相关的组则单位 不管是警政单位也好 设政单位也好 直接跟我们做一点直接的联系 那由我们的社工人员 或者我们的警察人员 进一步的去了解 是不是这个孩子 是不是真的有涉及到 儿哨性剥削的可能性 我觉得社会给社工的资源 其实是有些不足够的啦 有些地方是需要再增加的 因为我们社工服务的是一个人的工作 那这个人他其实是非常的有独特性 跟多样性的 他其实是很有变化的 也不是说短期间就可以去改变他 那常常都是需要花大量的服务啊 甚至是长时间的陪伴 然后才有可能有一些改变的转机 因为其实暗量是逐渐在上升的 那在社工能力的部分是 其实是略显不足 也更难深入 因为他们其实初期比较不会来 所以其实我会觉得 你是因为很忙吗 还是怎么样为什么不来 像我后队社工 他就已经很忙了 就一个小小的立心社工 就已经忙成这样 我觉得师父的社工应该更忙 我倒会觉得说 那社工员其实会 常常花很多的心力 是在整理这些书面的资料 相对的陪伴孩子这个的时间点 相对就会被限锁了 其实我们应该要好好的去思考说 社工员的角色定位到底是 希望我们真的来服务这些 我们服务的对象 我们服务的孩子们 还是是说 我们是真的是来服务了这些 法令上的规定 或者是考核上的需要 也许是为了